OK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三管燈 第一個 浮渡燈 陽間燈 下水燈 OK 那我們就分別來介紹他們的使用 那其實如果做小補光的話 這個燈是最適合的 那重點是它也可以下水 但跟大家講一下 它背後它上面是寫 這邊 寫IP67 所以實際上它的下水的深度大概是 1米 1米到2米 2米在過去也太深了 所以大概就1米左右 所以 背後上面寫10米 這是 這是它寫錯了 正常來講它只有下水1米的 那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就是充電在這個地方嘛 OK 都知道了 那記得要下水把它蓋好 下面這邊是四分之一孔 可以讓你過充想要加的東西 上面這個就是長壓 它就會開燈了 那開燈的時候它有分3段式 還是4段式 然後 1 2 3 4 好 只有三段 1 2 3 最亮就這邊 然後 防水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實測一下 它是真的可以防水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下水燈 非常厲害 大概1米左右 那它的亮度的話在 下水的話其實它的 還夠 打出去的光也還夠 OK 那你就在這裡面吧 我們測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洗掉 如果不會洗掉就大概 下水1米是OK的 那我們再來看陽間燈 陽間燈的話是它的前一代 VL1 開機也很簡單 就是上面這個地方 長壓 它就可以做開機了 然後這邊有 LED面板 告訴你現在的亮度啊 跟你的色溫怎麼調整 那我教一下怎麼調整 然後很多人不知道 亮度的話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小箭頭 這箭頭就告訴你 現在在這個地方設定 那如果跑到下面 它就設定下面 好 上面這邊壓 我們要怎麼切換呢 壓一下 壓一下就是做切換 好 現在是調整亮度 我們就往上推 調整亮度 好 我要調整色溫 往下 現在是最高白光嘛 暖光 在這邊暖光 3500 有黃光燈 OK 陽間燈非常簡單 要充電在旁邊 關機也是一樣 長壓就關機了 好 比較麻煩的話是補度的 補度的話因為功能比較多 而且也比較大 亮度也比較亮 好 一樣 也是一樣 上面看開關 打開 那怎麼會是這顏色呢 看一下喔 好 我們先切換 原本正常的燈的樣子 白燈 然後我們切換怎麼切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看到CCT 這就是正常的模式燈 就是白燈啊 紅燈 這個正常的 那我們就是 色溫的話是8500 到 我們來看一下到多少 刀刀刀刀刀 欸 等一下 8500到 2500 那就非常暖光 跟白光 好 那在CCT這個模式 我們要切換色溫的話 怎麼切換呢 由上面這個地方 它這裡有兩個可以調整的 上面這地方是調整色溫 好 色溫調整 有沒有看到速度真的 極速的飆升 變白燈了 好 亮度呢 是這裡調整 往上推 往下推 就會調整亮度 我們來看一下 調整亮度 這就會調整亮度 好 它的第一個模式 CCT 就是正常的模式 我們要做拍攝的時候 再來第二個模式 我們壓一下 變成HSI 對 HSI 這就是普度的開始了 我們可以調整個不同的 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光 那個色表上面 從 黃燈到 藍燈吧 反正有很多種顏色 那調整的話很簡單 就是 這邊一樣是調整亮度 這下面一樣是調整亮度 上面這邊的話就是 有沒有看到這邊一直在跑 300多 變0 開始往上跑到300 所以它可以從0度到300多度 然後就是你看它的顏色就會一直變 然後 它可以再變 綠色 真的綠色 藍色 然後再跑 變成比較藍 然後再跑 變成紫色 這地方就是它自己可以去選擇 你現在當下想用什麼燈的顏色 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那如果我們壓一下的話 它這邊是調整飽和 那飽和100的話 它亮度就會 就是會比較偏向你想要調到的顏色 那如果我把飽和調到0的話 它其實燈的顏色就不會出來了 就會變成是白燈 比較白 有沒有發現 變得沒有剛剛那麼的紫色了 OK 這是第二個模式的調整 再來我們再切換模式 切換模式就是按上面這個模式切 第三種模式 第三種模式就是救命燈 還有ABC這三個模式做切換 好 那我們就是先來 現在要切換到我想要切的地方 好 我現在在A 然後 好 來喔 我們現在在A 這裡地方有一個叫做循環 有1 2 3 現在是3 1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現在的指示燈 你現在想要用哪一種方式 比如說我現在是1 上面有一個像是警察的那個頭上那個 警車上面頭上那個 它現在就是閃警車的那個方式 那我現在切到B模式 好 B模式就變成救護車的方式 這是消防車吧 對吧 這是消防車 好 切到C 這個比較像救護車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ABC 你可以切換三種不同的警示模式 那我再壓一下變成2 2的話就是循環 就是我現在在 ABC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切 它就是會跳循環 就是慢慢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跑說 從0度到300多度 這樣慢慢跑原色 就是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跑 慢慢的跑 OK 那 再壓一下 變成閃爍 閃電的模式 閃電模式就是 會一閃一閃 慢慢的 從最亮 慢慢的變暗 然後你一樣可以切換ABC 不同的閃爍方式 不同的閃爍方式 OK 那普都敦大概介紹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 A1 不是A1 我們的L1 Pro 在水裡的這顆 還要不要再亮 有的 非常好 大概它的下潛 記得要注意的就是 它下潛大概就是1米左右 1米的話都還OK 在裡面 在水裡面 OK 那我們今天大概介紹的三種燈 就是第一個 葡萄燈 帶回去 葡萄燈 陽間燈 然後我們的下水燈 好我拿不到它 那就這樣了吧 好 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